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成圣是恩典 参考经文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 当年我正开荒一所教会 所以在教会附近小区 逐家逐户的探访 就是那个时候 我认识了Ron Ron很富有 出去豪华汽车 宽敞的豪宅之外 还有一个安装了围栏 和小瀑布的游泳池 坦白说 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如果神赐下几个 像Ron这样慷慨的人 我们的教会 就不愁经费来源了 而我的薪水 也有着落了 事实上 Ron在金钱上的帮助 的确对我们来说 很多 而除此以外 他在很多方面 都乐意帮忙 你心里可能会想 你看 传道人 无非也就这样 总是盯着 别人的口袋 我承认 我心里真的有这样想 我心里真的有这样想 但是我跟Ron的交往 却远远超过这些利益 当晚 我拍他的门 绝对不是为了要钱 我们要相信 成圣是神 白白的恩典 成圣 并不是神 要从你身上 榨取任何东西 也不是传道人和你 谈论 人生道理 然后 就给你要钱 成圣 乃是神所赐 永远的生命 就像一位外科医生 神细心地检查 你扭曲 破碎 有受伤的生命 要找出问题 并且 给正确的医治 当我第一次 站在Ron的家门口 对他说话的时候 我知道神 并不是在想 太棒了 我可以从这个人身上 榨取好处了 神 是在想 我很爱Ron 我知道他今天 悲惨的景况 我要医治 他的心灵 并且 好好地赐福他 所以 我们必须明白 成圣 是神要给你 而不是向你取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 为着成圣 这个恩典 我要感谢你 我祈求 你也在我生命中 纯全地 做成这成圣之功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